这是一个对话式的信仰 它有别于一个命题的概念 因为哀歌让我们可以 与上帝之间透过 上帝耶和华你为何离弃我 耶和华你为何离弃我 耶和华你为何离弃我 你看到耶利米这样祷告 甚至大卫也这样祷告 他们都如此跟上帝祷告 你为何离弃我 当我们用哀歌祷告的时候 你不要用命题的逻辑来批判哀歌 因为你真的很想要跟那些哀歌的作者 譬如说大卫好了 你罪有应得啊 对不对 而且我要告诉你的神学错误 耶和华没有离弃你 是因为你犯罪所以你躲藏 不是吗 你看那个亚当夏娃犯罪躲起来 然后是耶和华去找他们 是因为人犯罪 罪恶感压迫所以躲起来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耶和华没有离弃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耶和华 你为何离弃我可以变圣经启示 他的启示不是说 这一句话 他有所谓的命题式的神学正确 但这一句话有一个 对话式的神学正确 是你可以这样跟上帝讲的 你可以跟上帝埋怨 生气 发怒 你看那个约拿不礼貌到一个程度 我这样生气到死都合理 因为耶和华说你这样合理吗 那约拿说 合理这样 超不合理的 约拿是不礼貌 约拿跟以利亚他们是很敢求死的 跟到上帝的面前 但我们很礼貌的人 祷告都要属灵一点 对不对 最后结束的时候还要说 不照我的意思 要照主 你的意思 Holy 因为耶稣在克西玛林 也这样祷告 你看最后收一个很属灵的尾巴 可是不要忘了 耶稣也曾经做过 看起来是不属灵的祷告 来 耶稣说什么 这杯很苦啊 我不喝 我要是耶稣旁边的那个门徒 你没喝要叫我喝 我来 你来就是要你喝 你来叫我喝 你来造成肉身就上十字架了 你不上十字架去 难道叫我去死吗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不属灵的祷告呢 说你不要上十字架 我拜托你还是去 但是耶稣最后他知道 他顺服 那是一个向我们显明 百分之百的人性 跟百分之百的神性 是一个完全的基督 跟有完全的人 他完全明白我们的痛苦 因为耶稣自己也做过哀歌的祷告 他完全明白 我们力不能生的痛苦 哀歌向我们显明了一个极大的祝福 从旧约到新约 如果你觉得生命的痛苦 看不到上帝 哀歌让我们看到上帝 你说哪有上帝 哀歌都是人的痛苦 眼泪 弟兄姐妹 哀歌向我们显明 你打电话不是去打电话给披萨哈 订披萨 会到三点 淡江教会 学府路36号 四 因为我办公室在四楼 玉梅牧师支持我们的 那个波总国际施工 有一个办公室 所以我会北学福路36号四楼 你不是跟上帝祷告订披萨 然后讲完了就挂电话了 你不会跟那个披萨哈的 那个街先生聊天的嘛 就是订完了就挂电话 可是哀歌向我们显明了 一位聆听的上帝 不管我们怎么不合理 不管怎么愤怒 失望 生气 上帝永远在那里听着 圣经启示写下来 让我们看见 那是一位听我们发怒 忧伤 生气的上帝 他听着我们那么软弱的祷告 他听着我们那么不合理的祷告 他听着我们 他要让这个聆听最后变成福音 就像是我们一开始 信息之前我们听到的见证 我们都曾经做过软弱的祷告 但上帝就是有办法 让这个祷告慢慢地修 慢慢地修 让那个故事继续看下去 会看到福音的工作 但我们不可以离开神的家 就会继续看到神的工作 我们不可以离开神的家 你要让上帝的百姓 让你的小组组员 让弟兄姐妹继续关心你 你可能很想躲起来 你很想说我不要玩了这样 我不要了 弟兄姐妹 在伊甸园里面 圣经启示我们 当亚当夏娃躲起来的时候 耶和华去找他们 神会兴起你的小组长去找你 区长去找你 牧师去找你 你不要挂他们电话 但我相信你挂他们电话 已读不回 他们还是会继续爱你 他们还是会继续爱你 当他们爱不下去的时候 他们会跟上帝说 上帝怎么把这种羊给我 当他们想写他们的哀歌 然后他们就会有他们的牧师 继续爱他们 然后等到玉民牧师撑不下去的时候 上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长 上帝又会赐福给玉民牧师有力量 然后就会一路下来 所以你会看到 上帝的工作就是 透过哀歌的书写 让我们重新得到力量 我们看下一个Enter 对话是信仰的意义 让我们知道痛苦不必孤独的承受 与神对话不需要害怕虚伪 你会不会担心你祷告上帝跌倒 不用嘛 那你就祷告出来 OK 你就祷告出来 你就祷告 你不用怕上帝跌倒的 就是我一开始 我儿子开始讲三字经的时候 我就跟玉民牧师请教怎么办 我儿子开始会讲三字经 玉民牧师跟我讲一下 可以出卖一下师母嘛 对不对 师母就跟说他的孩子 骂三字经的时候 师母说 你的台语又不够标准 OK 就是 有时候觉得 那没什么孩子 PK怎么会讲这个不好的话 但是我也发现 我第一次抽烟的时候 是跟我们教会长老的儿子 去抽我们长老的烟 就是小时候 总会做过一些奇怪的事 就是总会有一个过程 总会有一个过程 但是我相信上帝 不会看到我抽烟的时候 他就跌倒 就因为我抽烟的行为 上帝就跌倒软弱离开教会 因为上帝总会看到 我还有一个未来 这样子 OK 其实虽然那个未来 还会有别的 可能比抽烟更严重的问题 但是上帝 他还是坐着为王 当这地洪水泛滥的时候 我们继续看 哀哥的意义 哀哥让我们 看见我们与神论辩的时候 上帝一直都在 最终 如果你看哀哥 你发现最终的赞美 耶利米哀哥里面 有很多的赞美 跟痛苦是交杂在一起的 你会赞美 其实跟苦难 有没有被解决 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你今天会赞美 神啊 我赞美你 其实跟那个问题 有没有被解决 没有关系的 而是你终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体会到 天啊 以前你听那个约伯记 讲那个什么 你觉得简直是 无法想象什么叫做 我曾经风无有你 如今亲眼看到你 我不要 我要看到 我的那个股票要回到高点 我要看到那个 我才会赞美 你像我在低点 变成水脚股 我怎么会赞美 可是最终走一回 我们真的知道说 真的 我们遇到了上帝 我们再看这个 Enter 第五篇 祷告 是耶利米的最后 耶利米哀哥 最后一篇的祷告 他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求你纪念 我们看几个Enter 我们所遭遇的是 我们所受的凌辱 然后是什么呢 是产业被归于外邦人 房屋被归于外路人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我们竟然是无父的孤儿 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 甚至我们要出钱才得水和柴 基本上是他们天天可以捡的 但你发现痛苦是 连捡柴的柴火都没了 必须要去买 他们痛苦到疲乏 却没有办法休息 那是一个没有办法停止的痛苦 继续往下看 我们看到的 是有一个很特别 在上一首诗歌里面 透露出那个困境 竟然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 原来是他们曾经盼望一个 不能救人的国 他们曾经误以为 有耶路撒冷在 耶路华上帝就同在 有圣殿在 上帝就同在 没想到上帝一直提醒百姓 你们不要嘴巴与我清净 心却远离我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我会被圣殿绑架 不会的 上帝是一个可以允许 圣殿被毁掉的上帝 上帝可以允许 这一切的事发生 但上帝并不是那一位 残忍的上帝 因为他知道 最宝贵的不是祭司制度 最宝贵的不是先知 最宝贵的不是君王 而是那一个赐下君王先知 祭司位分的上帝 以及我们跟他之间 天天可以修复的关系 正是这一个修复的关系 是上帝的关注 我们看下一个Enter 我们看到 我们再看一下Enter 从苦况到上帝之间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旅程 它是哀歌 我们看一下Enter里面 会出现的几件事情 如果你的盼望在国家 你的盼望在爱情 友谊跟财货 我要告诉你 最终你必须要透过哀歌 去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一一的检视 那些成为你盼望的 都不再成为你的盼望了 不论你盼望的是什么 这些都无法再成为你的盼望 不是吗 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竟然很不负责 从人的角度来看 说看你的儿子 看你的母亲 你说到这种孩子 做得这么失败 把你的妈妈托孤给别人 但是你看到的就是 没有结婚的耶稣基督 没有结婚的保罗 当人问主说 主啊那个五个兄弟 娶了同一个女人 到天堂的时候 到底她是谁的太太 耶稣的回答是 在那里怎么样 没有加取 我们的生命如果把盼望 放在每一个 你在人世间所看到的 每一件具体的事情 上帝都要重新调整 我们说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上帝 他自己要成为 我们唯一的盼望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必加增 别神指的就是 上帝之外任何其他 一切看似美好的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 以任何美好的事 代替耶和华 他们成了我们的盼望 那么我们终究 要学会在哀歌中 厘清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我们刚刚在唱的 第二首诗歌说 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器皿 对不对 要成为这个恩典的器皿 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 我们说其实不是这个瓦器很重要 是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 我们的生命里面 必然有非常多的痕迹 但你不会因为一个有痕迹的碗 而不再用这个碗吃饭 是因为重点是那个碗里面 要盛装丰盛的食物 我们的生命 最终我们会明白 耶利米不再有健康的身体 耶利米不再有喜乐的 你说耶利米你要喜乐 我再说你要喜乐 那没有办法 耶利米他就没有办法喜乐 但他的生命要见证上帝 他不是用他的喜乐或健康来见证上帝 他是要用他的眼泪 用他的失望和挫折 因为他不再以他的失败 为他做见证的焦点 因为他的见证的焦点 要像是一个路标指向上帝 人必然最终要看到的是上帝 而不是看到 你看他信耶稣之前买的是那支股票 信耶稣之后买的是那一支股票 感谢赞美主 但将教会都是富翁 很抱歉没有 OK 要是我们都是富翁 我们牧师不用牧管 牧得那么辛苦 OK 但是没有问题啊 因为耶稣的故事不是富翁的故事 耶稣的故事是五饼二鱼的故事 是每一个人把那么一小小的 两块钱拿出来的故事 因为人会看见的不是寡妇 人会看见的是上帝 而我们正是要透过哀歌 像这一个不断在 台湾各样的可能性当中 寻找盼望的百姓们见证说 我们这一群人不怕的 不怕我们生五星旗 不怕我们生哪一种旗都好 不管生的是哪一种旗 我们都要在这个地方 见证荣耀我们的上帝 我们不管我们今天的景气是好是不好 我们的健康是好或是不好 是年迈 不论如何 我们都可以向这一个台湾的百姓见证 我们的盼望不在这里 我们的盼望在上帝 我最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在过去有九年在教会幕会 组织过非常多不同的告别式 有一年组织的那场告别式 过世的小女孩十五岁 对不起 十三岁 我没有组织过那么多 血液肿瘤科医生在场的告别式 有台大的 有绒种的 有成大的 一堆血液肿瘤科的医护人员 那个小女孩呢 她出生地 我忘记了 其实那时候还不在那个教会 不到一个月 就是被报来到教会 那这个 她眼睛的后方有一个恶性肿瘤 她的妈妈呢 是在绒种做血液肿瘤科的研究员 从这个孩子 很小很小就被报来教会 祷告 然后上帝就 在她的生命的旅程当中 她看遍了所有台湾最好的 血液肿瘤科的医生 用了最好最好的 最新的医疗的方式 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死好死坏 死好死坏 妈妈说 我从各样的特惠带她去 到不再带她参加特惠了 因为每一个希望 都会让我带着失望 我也曾经感谢神 神医治了她 但又发现 又复发了 就在那个一来一往 一来一往 这个孩子上过真情部落格 真情部落格的制作人说 至少在 那孩子过世的那一年 我们跟他要那个资料档 制作人说 我还记得这个女孩子 她来到摄影棚的时候 她说我看到这个孩子 那个时候那个小女孩 应该是小学四年级 三年级 她说我看过那么多受访者 没有看过这么喜乐的一个 病那么重的受访者 感染了我们整个摄影棚 都很喜乐 这个孩子 他死的时候 比 我应该这样说 上帝使用这个孩子 在她一生都是哀歌的过程 不管她在哪里 她始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为什么 因为她每一次 病危通知的时候 我们去医院看她 都是在这个儿童的 特殊病房 儿童特殊病房 两个人一间 两个人一间 不管她住哪一间病房 那隔壁床的人 都会因为她听过耶稣 或是因为她相信耶稣 这是一个 一直爱传福音的孩子 跟医护人员传福音 跟医生传福音 跟护士传福音 跟她隔壁的人传福音 她已经痛得 还是传福音的孩子 即便让她的告别式 有非常多的医护人员来 那一天 还是一场布道会 她的生命 就是一个哀歌的生命 是一个太痛苦的生命 是要不断不断地经历 各样各样各样 各样痛苦的生命 可是上帝让她 在每一个病床的过程 我们因为探访她 而把福音传给她隔壁 病床的孩子 好多次好多次 所以每一次 我们带着去探访她 心里面就会想 又有一个OS 这次又要不知道 她旁边住的是谁 又可以跟那隔壁的 小哥哥小姐姐 或是妹妹弟弟们 传福音这样 这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用她的苦难 在苦难中 还相信耶稣的生命 来向那周围的人见证 那就是她所相信的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这些人因着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 但是到他们死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得到 他们所期盼得到的 你不会因为这样 而觉得羞耻 因为他们的故事 最终要和我们的故事 连在一起 要我们若不与他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主啊 这是一个奥秘 当我们不明白 耶利米的哀歌 我们能明白自己的痛苦 当我们在自己的痛苦里面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你又为我们 预备了耶利米的哀歌 主啊 我们为着生命各样的患难 还能够有你 我们或许无法献上感恩 但我们 我们要说因为有诗歌 我们要说因为有你 新奇的百姓 因为有爱我的小组长 牧者 我们都可以在神里的家中 经历到在过程里的安慰 你要擦去我们的眼泪 你可能是用另外一个 跟我一起哭的人 来擦去我的眼泪 他的眼泪还没有干 但他就伸出他的手 要擦去我的眼泪 谢谢你 你让我们学习 在患难中 仍然抬头仰望你 谢谢你给我们哀歌 谢谢你 谢谢主 愿你纪念我们众人 有声无声 在生命里面 所发出的声音 让我们也懂得 聆听和珍惜 我的弟兄姐妹 他们生命的哀歌 那是我们同心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